我把房子卖到柳红川路 旁边不愿走思维的二街 向北一站走到柳小载 我乃的女娃就在玩上班 夏天来凉了吹着空调 冬天晚上了抱着暖鸡飞椒 我们上脚柴我是吃肉这时候的小伙 做这么久视频了还没好好做一些凉皮的这个专题呢 你看这儿招收学员 凉皮用品大全 这地方绝对不是一个我随便到城中村来蒙你的地方 不用多说了 西安凉皮圣地秦镇 凉皮这个东西虽然好吃 但是你吃多了也索然无味 所以今天咱们要吃一个在这儿当地非常有名气的老店 旅家凉皮再吃一家别的 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吧 这个巷子你看又长又深 卖拖鞋的眼镜的什么都有 还真不像吃饭的地儿 感觉不是那么好找 而且清一色都是卖两瓶的 那个黑色的那个台边感觉好有年代感啊 薛德权先来一碗看看 这个小糖糕看起来有意思啊 在现包呢 先来个小糖糕压经 这五糖糕多钱 五毛一哥 能卖一个啥一哈不 一个你卖不 好甜 城里根本吃不到这个味道 你看里边红糖 还会流的 还会流的 烫手脆脆的又很甜 但是不能吃多 忍一手忍一手 大吃一个五毛钱 在城里边这样买老板不得打死我 哇 一排酒一排醋 辣子面堆成了小山 一个餐位 给你放一个筷子 什么叫专业 你坐这儿瞬间就能吃到饭 这就叫专业 奶油 我的凉瓶来了 这东西上菜只要一瞬间 所以你如果很饿很饿 天热没食欲 来碗凉瓶就对了 这碗的配料比较简单 底下的醋汤 白色的米皮 芹菜 油泡辣椒和黄豆芽 简约而不简单 调调就可以吃了 辣椒的红色均匀地被染到了浆边上 现在可以吃了 我开动了 这个醋非常的够味 油泡辣子别看着那么小两坨 非常非常的香 您可别说大夏天没食欲 来个这个 包治百病 米皮软糯软糯的 微微筋豆 而黄豆芽和芹菜 又是两种非常香脆可口的蔬菜 它们这口感混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子和拳 一碗吃完 香到我连冰封都忘了喝了 你知道多香了吧 而且你看那个清智透明的醋汤 已经完全变成了辣椒的样子 但一点也不辣 放心吃 嗯 这个歌打出来真爽 虽然都属于快餐 但它这和你平时吃肯德基不一样 肯德基是先点菜付钱再拿货 这儿是你先坐下吃 吃完再结账 为什么呢 因为大概率你被一碗香到了 你要再加第二碗第三碗 最后结账 一次性结账多方便 看看人家的信心 我把一碗吃完了都没有给他留 扣着脸皮 我问老板就要了一坨 什么都没有调到凉皮 来吧 宝贝 尝一下 秦镇凉皮 哇 这真的筋道 你看 来 宝贝 你也喜欢吃秦镇凉皮是吧 好 陕西狗 爱吃米皮 走 下一家 一般不可动文物 还有这个破烂不堪的牌匾 这都是岁月的证明 这原本是我们要吃的第一家旅家 但是一碗不够 再来一碗 其实凉吃这种美食 在每个老仙人的眼里边 是不分一二三名的 皮子嘛 大同小异 大家吃的就是里边那口 油泼辣子醋的香气 所以他们都很专业的 把这些食材摆在外边 让你可以作为拿回家的美味 来一碗吧 来个皮子 凉皮从大体上分的米皮和面皮 两种分支 今天我们吃的是著名的秦镇米皮 如果你更喜欢面的口感 那可能汉中面皮 宝贼感面皮会更适合你 第二碗 老吕家凉皮 跟隔壁老小家如出一辙 没什么太大区别 看起来都很香 这碗自立最老的秦镇米皮 已经告诉你了 正宗的它 没有芝麻酱 没有黄瓜丝 没有面筋 所以哪一个正宗西安凉皮 敢给你放上天亮的麻酱 拖它一脸 正宗秦镇米皮 用的是咱们护线 风格西安的道骨制作的 用这种材料做出来的皮子 又白又润又软又薄 再配合上绿菜 油泼辣子 豆芽 芥末 蒜泥 酱油 醋 酸爽辣 爽凉 别有一番风味 肉眼可见的区别 老吕家的油酥是更少 味道也稍微的清淡一些 而老薛家 味道更重口一些 我更喜欢老薛家 我吃完了 该给陕西狗 来一口米瓶了 我说什么来着 大同小异是吧 来 你尝尝 没啥区别是吧 刚和老板聊了聊 这家店始于85年 而这个建筑至少始于清朝 都是文物 而且这个也是陕西省 不折不扣的一条千年老街了 所以在这吃饭 你吃到的不仅是凉皮 还有历史 而且这个历史 会被你像纪念品一样 勋章 带在身上带走 带回家 甚至洗不掉 好了 我们是长安条柴 这就是我们在陕西护县秦镇 吃到的两家非常老 非常有特色的两家米瓶 我个人觉得如果有机会 还是非常有必要来这儿 走一走古街 吃一口最正宗凉皮的 虽然说西安肯定也有不错的 但是跟这儿的文化氛围 差太远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也喜欢这个可爱的狗狗的话 不妨关注 订阅 收藏 发个弹幕 来个五娇 支持我们A站独家 那么下回我们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再见吧 拜拜